今早去到茶餐廳 有客人說較早前本來打算買入一個單位 臨簽約時問業主為什麼個單位這麼好都要賣 業主說已經賺夠 給些人賺 客人覺得同業主非親非故 為什麼要益自己 於是打退堂股 今日哪個單位再推出市場 調價給當日平一成 如果有興趣可以再坐價 客人說如果業主當日賣樓是為了解決負現金樓 他會毫不猶豫買入哪個單位 非親非故 怎麼會無端端億人 知道業主說謊 就要考慮清楚 老闆說虛幣平台也有賊家說投資虛幣好好賺 他已經賺夠 給些人賺 其實非親非故 又怎麼會給人賺 即是那位賊家說謊 他會說如果留意一下 就未必投資何個平臺 多lung活動 în視辨後